讓客人進來感受的就是想要吃一頓異國料理 或者是吃一頓比較不一樣的料理 也不用花到很大筆的金錢就可以把它融入日常 就想吃就可以去吃 不用說一定要等到什麼節日才去吃這樣子 堅持的部分主要在於就是 披薩我們都是手工現杆的 麵團製作都是自己來 然後原物料也是用的很簡單 沒有加多餘的添加物這樣子 本品它是叫做烤餅 然後我們會把披薩料放在裡面做成烤餅 它吃起來的口感比較像口袋餅 你可以把生菜啊什麼包進去 然後整個拿起來吃 不像披薩是一片一片吃的 義大利麵是那道叫做明太子鮮蝦意大利麵 對 它是由奶油白醬作為基地 然後清炒我們的鮮蝦 鮮蝦我們都會先幫客人把那個身體的殼剝掉 這樣用叉子就可以把頭尾分開 比較不會臭 對 然後下去爆炒之後 再炒義大利麵 再加入明太子醬 就不會那麼單純的只是白醬奶油的味道 對 我們想要改善的部分就是我們比較成就的一些設備 像外面那設備的部分可能就想要換新的 然後裏面的部分主要是可能會著重在 放一些現在比較流行的乾燥花這樣 主要是著重在客人的感受上面 就是進來這間店他覺得很舒服 然後或者是在後衛區等的時候 他也會覺得說這些東西不是那麼老舊 其實我們想要改善的其實也是因為主要是客人的感受 做個好 就這樣看 我們是會訪伴的 想要是會美的 我們可以讓你相信